根据课文内容 用适当的词组填空 直到完成后再查看 这个自己做吧 在空格内填入比较名词 并标音 请允许我 向你俩推荐 3月21日 是埃及众多节日中最接近的日子 我们吃鲜鱼就着鸡蛋 像是穷人经常吃的最简单食物 特色酒店 因为它是这个村子里建筑最高大的 庭院最宽敞的 有更多的房间和客房 入下以后敲门的客人最好住在这里 经历过旅行之苦的人 更需要一个可以减轻旅途负担的房间 更需要一张可以减轻疲劳的床 你更喜欢哪个 聆听大自然的静谜 还是聆听它的喧闹 如果不是我站起来打断它的话 它想进一步详细说明它的天堂 最有点适合进来呢 这有热的殿场 距离吃的 再买进来 超越 AND产生的 美国人相当的 更多的 美国人相当的 与加密律 中美国人当英国人 阿拉伯国家资源产地众多 埃及有质量最好的长茸棉 叙利亚里巴嫩和很多北非国家 有产量最多最甜的水果 最好的阿拉伯、塑胶、产兹、苏丹 突尼斯有最好的橄榄油 因为我第一次在这些城市 比较好比较好 而我的生活比较好比较好 而我第一次在这些城市 比较好比较好 这个国家的原材量比其他国家都好 这里的经济生活更全面 劳动力更多 工资更高 为带下滑线的词汇添加适当的形容词 从二十世纪下半夜起 旅游与旅游业占据了重要位置 被看作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同时成为了时代的特征 阿拉伯海湾国家 拥有广源辽阳辽阔的沙漠和 接触的旅游设施 此外还有古老的宗教和历史资源 如果提到 阿拉伯半岛首先映入脑海的 是广袤的沙漠和自由的不知疲倦的 被读音人 他们生活就是骆驼和帐篷 阿拉伯海的最大 最大一位的沙漠和 如果有此地的沙漠和 在海岸上的沙漠和 在海岸上的沙漠和 沙漠和沙漠和 在海岸上的沙漠和 开罗是非洲最大的城市 如果从空中俯瞰 你会看到巨大的宣礼塔 宏伟的清真寺和豪华的建筑 还有延伸在尼罗河谷两岸广茅沙漠上的美丽绿洲 القحرة مشهورة بآثارها القديمة ومساجدها العظيم وقرأتها العلي ومتاخفها الجميل وجامعتها الجليل وحدائقها الفاخرة وشوارعها العريق 开罗因他的古迹 或者广场和精美的雕塑而闻名于世 他及过去的辉煌 美丽和现在的光彩于一身 最吸引我的阿拉伯城市 是麦加 麦蒂娜和伊路撒冷 但所有人都能够在尼罗沙漠上的 在尼罗沙漠上的 用括号中动词的适当形式 天空并标音 在尼罗沙漠 西加茨 在尼罗沙漠和麦加之间 有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在尼罗沙漠 ima yizi bi-na say там ibrahim 在麦家由伊布拉辛修建的古老的真主之家 克尔班伊布拉辛驻祖地 赞母赞母权使者的宣礼员比拉的清真寺 以及真主赞许的海底车女士的家 她是一个模范妻子 她拥护她的丈夫 信任她的丈夫 支持她的丈夫 会减轻她的烦恼和疲惫 总在危难时刻站在她的旁边 卖家边上是希腊山洞 在真主派遣之前 先知就搬一再次 让人轻派的是 当宣礼员召唤着去礼拜时 商店的店主们就开着商店门 然后去了清真寺 并做礼拜 然后回到商店 没有一个人东西被偷窃 因为西家子的人都是忠诚的高尚的 在麦蒂娜和吉达之间 有着十个小时的车程 你也知道先知迁移到了麦蒂娜 并埋葬于此 所以在麦蒂娜有他的清真寺 有真主赞许的 最早的信徒的主说 先知的清真寺 在麦蒂娜完成了扩建 清真寺的面积也增加了 美丽的大理石柱子高度也升高了 用各种电灯加以装饰 在电灯上都写着 真主使天地发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